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9月6号周二晚上的8点15分 长周末回来的第一个交易日 市场还是延续了之前三周的惯性下跌走势 从交易的主线上依旧是围绕着通胀加息衰退 还有企业营收四个方面 今天的节目和大家首先会讲一下 在这个周末和周一的一些基本面和数据面的信息 另外今天有一个指数是已经破位了 明天有一个可能会推动市场变盘的契机 也就是苹果的新品发布会 那么苹果到底能不能拯救宇宙呢 是推波助澜一把让所有的指数全部破位 还是明天由苹果带领有一波绝地反击呢 同样明天我会预计布局了一只加仓的股票 一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讲一讲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关于在消息方面的一些进展 首先看一下能源价格 能源价格是在欧佩克的增产决议下再次的上涨 在8月初的时候 其实咱们知道欧佩克这边是同意将9月的日产量增加10万桶 它不仅小于7月和8月同意的60万桶每天的增产幅度 也小于普遍预计的30到40万桶每天 而且还创下了该联盟历史上最小的增产幅度 就在这个周一 欧佩克最新的决定 这个是使劲的狠狠的扇了自己几个巴掌 推翻了此前宣布的9月增产计划 表示将从10月起减产10万桶每天 让供应量回到8月份的水平 看来拜登8月的中东增产原油之旅 彻底是成了旅游 我看到有一些美国的媒体 甚至是略带夸张的讽刺说 拜登出访中东乘坐空中一号耗费的油 都比欧佩克增产的要多 那么油价是在消息面的刺激下 是短期的上行 我们看到它是有一个上工 但是随后又开始回落 至于为什么它会回落 其实咱们还是要回到能源价格的本质上 它其实还是一个供需关系的影响 这个欧佩克增产的决定 其实也是预示着 他们认为原油的需求 在未来可能会逐渐的下降 所以是做了一个提前的预期管理 那么未来需求下降 伴随着减产相互一抵消 原油的价格 现在看起来估计 像布油还得维持在90的上方 想跌破80的上方 想跌破80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难 除非伊朗核问题谈判取得成功 那么伊朗的原油产量释放到市场上 才有可能导致布油在短期去跌破80块钱 所以现在80到100 是它暂时的一个波动区间 那么目前整个的欧洲的能源危机 是比美国的要严重的多 它由于是严重的依赖进口 不能像美国一样 能够自给自足 特别是俄罗斯周末 又关闭了天然气的管道 一夜之间 欧洲的天然气的价格是大幅的上涨 涨了35%之多 有的并不是国际的天然气的价格 是欧洲的天然气价格 上涨了35% 那么欧洲现在的天然气的单位天然气价格 差不多是美国的10倍左右 如果持续下去 对于通胀还有经济肯定都会造成这种重创 大家可能会问说美国怎么不去帮助欧洲解决能源的问题 不是盟友吗 为什么不去出售天然气到欧洲呢 因为天然气它是原水解不了近火 如果你没有管道 你天然气靠这种外运 它成本是非常高的 美国本地是有管道的 本国使用起来很方便 但是你要说你把它给组成起来 灌装起来 然后运到欧洲去 那那个成本一下就上去了 它其实也便宜不了 所以现在的欧洲各国只能自己想办法 第一个就是拼命的储备能源 告诉这个拼命的到处去买 尽量的在冬天来临之前多存一点 第二个就是有的国家挺不靠谱的 号召大家节约能源 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天 但你说号召这种事其实没什么用 你想大冬天的民众出门 它总不能靠走 它取暖它总不能靠抖 对吧 你说有些必需品 它其实是很难节省下来的 并不是说号召大家就能怎么用的 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为了帮助民众度过能源危机 刚上任的像英国的新的首相特拉斯 就表示说 本周将针对能源危机做出行动 他的团队目前是正在起草一项 耗资可能达到1700亿英镑的经济干预计划 这个耗资超过了英国GDP的5% 也超过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的预算 帮助解决英国的家庭能源账单问题 并且降低企业的成本 那么钱从哪里来了 没有地方来 只能通过举债去来 所以英国的经济前景肯定会受到一系列的打击 包括欧洲通胀在如此之高的能源价格下 也很难降下来 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如果猛烈的加息 它就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欧洲一加息 咱们就说到咱们的美国的市场了 美国美联储的加息市场了 美国不加息概率大吗 肯定不大 因为你不加 不加这个水就流走了 所以咱们看到 其实在过了一个周末之后 关于整个9月加息预期的概率又出现了变化 目前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上升到72% 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只剩下28% 而且今天美国的国债是全线的走高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的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今天是收在了3.5% 是大涨了3% 然后还有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是3.32% 就是3.35%左右 收盘收在了3.32% 然后暴涨了4.9% 还有一个是一条长线的收益率曲线 就是5年期国债收益率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 在今天的盘中曾经出现了短暂的倒挂 这在之前的时候偶尔出现 但今天又再次出现了 当然现在2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和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还是维持在一个倒挂的状态 而且时间有一段日子了 好 其实整个能源价格的上涨 大家对于整个通胀的下降 还是表示挺担忧的 国债收益率也大涨 通胀也大涨 其实这个股市 确确实实 在今天你找不到太多什么很好的 能够推动大家去买股票的理由 所以今天市场还是一个跌 唯一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利好的消息 是来自于经济数据 今天有一个就是美国的ISM的非制造业的PMI 值是56.9 超出预期的55.1 以及前值的56.7 它显示出来的数据 还让大家觉得经济略微有点任性 这个数据是整个的 这个是14个行业报告是录得增长 它也是自2020年4月和5月 两个月的萎缩之后 在过去的几十个月里边 连续的第27个月的一个增长 所以由于整个的商业活动 包括订单还有就业的增长 8月份的服务是略有增长的 那么根据 但是增长归增长 但是还是有一些不好的 好的方面是供应链 物流还有成本部分是在改善的 不好的方面是材料短缺 现在构成挑战 而且整个劳动力市场 现在还是比较紧张的 所以整个数据看起来不错 略微支撑了市场的上行 这个数据是今天10点钟发布的 我们如果去看指数 你会发现 今天差不多就是10点钟左右 这个地方短暂的波动的抖了一下 从10点15分左右开始 就是一路上行 整个市场是由跌转涨 但是午后标普还是没有守住 也是直接再次的又收了一个红盘 那么今天实际上 这个数据出来之后 除了对于股市有些许的提振之外 提振最大的还就是美元了 美元今天已经一口气来到了 110.45这个位置了 它这个价格已经是创下了2002年6月以来的最高 就是它盘中的110.571这个位置 已经是创下了2002年20年来的最高的美指的位置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 今天这个整个指数是没有守住的 来说一下关于指数目前的位置 谁破位了 谁没破位 在之前的节目里边和大家讲过 关于从6月中旬的这一波反弹上涨到上方这个位置 然后回落 如果要守住这个反弹趋势 未来继续想回踩之后继续反弹 就不能跌破一些关键的水平 比如标普就是3890位置 那么这个3890你也可以放宽一点点 就把它放到3836之前的牛兄分界去 也没问题 但是严格来讲大概就是3890或者是3900 那么纳指这边 纳指100这边是12000点 我们取一个整数12000点 这样会看得比较清楚 那么罗素这边 这个IWM罗素是177 那么现在的价格是178 也是濒临破位 但是今天有一个指数是破位的 就是道指 道指的这个位置是在31400点 但现在今天的收盘收在了31145点 很明显道指是一个破位的走势 好在四个最大的指数里边 只有道指目前是已经破位 但是如果明天 因为我们说实际上看大盘的走势 通常我们应该以标普为准 因为纳指和道指 它由于涨跌幅的问题 和偏差的问题 我们看大盘是不是权限走弱或者走破 最好是以标普为核心 其他三个指数做成一个参考 那么如果明天我们说 市场能够 它能够收回31400 那还好 如果明天收不回 市场其他几个都破了 那这个道指 它应该跌得比较快 很快就会跑到前低去 所以会加深它的跌幅 那么如果说回来 其实至于近期 我们说这个指数 明天或者最近的在CPI出来之前 就会不会跌破呢 明天其实是有一个契机的 或者说明天它是有一个重要的守护者的 这个拯救宇宙就靠它了 它就是明天的每冬时间 下午1点的苹果的发布会 或者简单讲就是苹果这支股票 因为市场预计明天的发布会 它会推出一系列的新的产品 根据最懂苹果的证券分析师 郭敏奇他的预测说 整个的iPhone14系列价格 预计会上涨15% 预计的售价会在1000到1050美元之间 这个也是苹果三年来的 首次全系列涨价 涨价后的苹果会不会影响销量 还是这个东西确实好 目前整个的在买苹果的人群里边 对于它的新机型很期待 依旧消费力也没受到太大的打击的情况下 还是拼命的买 到底销量是涨 还是销量会受到影响 量不够就靠价来凑 所以这还是一个有待验证的问题 好 那么说到关于苹果 为什么明天有可能会去拯救宇宙 尽管我还把前提说一下 尽管我最近一直都在讲一件事 就是说苹果这个股价在截止到9月份 现在不就9月份吗 这个财年是22财年 是9月份截止 它是有被高估的嫌疑的 这里我给大家写着 2022年9月是111到149 现在的价格是154 它是有被高估的嫌疑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9月份过完之后 它就要走下个年度的前瞻了 下个年度是多少 是120到160块钱的股价 都属于合理区间 那么154块钱 很显然在下个财年看起来 它就不属于被高估 只不过是没有多大便宜可占而已 好 那么为什么我会说 苹果有可能成为指数的守护者呢 有两个原因 这是从市场面和心理面去判断的 第一个是 今年苹果发布会的时间 比去年提前了一周 市场有分析认为说 可能是为了增加苹果第四财季的营收 因为刚才咱们讲过 它的财年的季度的第四财季 是9月份截止 那么明天7号发布 比正常的要提前一周 它就有多亿周的时间去卖货 所以对于整个四季度的 这个业绩来讲 是有所提振的 这个也可能是去符合 它在三季度当时给四季度 同比增长的这个前瞻 当时也给市场增强信心 它为了不掉链子 所以这个新品发布提前了一周 市场现在看上去 也比较认可这个预期 整个的苹果在最近 尽管也是下跌 但明显它的跌幅和跌速 要小于市场上很多的股票 而且它的价格还是维持在比较高的位置上 好这是第一个 我们说苹果提前一周 做新闻发布会 也是为了去增强在整个 第四财季的营收的把握 市场看来目前也是比较买账的 好第二个就是从资金的压注上 那么苹果从期权的目前的情况来看 市场没有去压注 苹果在最近的市场 或者说在明天的市场会出现一个较大的下跌 没有这么压注 这里我还是一样 我把这个期权的空多的未平仓的比率 现在给大家展示出来 这是一系列的数据 大家能看到 其实从8月份以来 当时市场还没下跌的时候 当时的做空苹果的未平仓的数量是比较多的 那么这个地方到了最近其实是缓慢有所下降的 而且大家能看到在今天其实也并没有去加大 对做空的投注 这个压注量没有加大代表什么呢 代表市场目前认为苹果要么就是跌不动了 或者跌的比较少 没有什么太大空间 要么就是认为苹果还会涨 对不对 大概就这么两个思路 因为通常你看空一个东西或者压注做空 一定是你看它价格下跌有空间才做 它如果就是个横盘 或者就不动 小跌那么一点点 你就不至于去冒这个险嘛 所以从这个数据上来看 我认为现在的苹果所处的这个位置 是存在着部分再次有可能去拨断的机会的 就是有可能会止跌的一个机会的 如果苹果能够反弹 我们假设一下 如果能反弹 刚刚好刚才三个指数又是来到了最关键的位置 那么它是可以帮助稳定大盘情绪的 其实从年初的这一轮下跌 当时从这跌下来的时候 当时苹果不是一直没破位吗 大家记得吗我在节目里还讲 我说当时也是要看苹果对吧 苹果没破位一直横在这后来跌下来了 大盘也跟着就破位了 就开始猛烈的下杀 现在的情况非常的类似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所处的位置 一百五十多块钱 当时这个地方也是一百五十多块钱 也是这个位置一模一样的位置 所以它如果不破就不破了 不破就往上走一波小的反弹 它如果破了 那么市场信心就跟着往下崩 就跟着往下跌 指数就跟着往下破位 所以总体上结合着刚才期权的仓量来看 我认为现在有可能出现的是 苹果会出现一波小小的止跌 这完全是个人的一个从经验上的一个推测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别的一些理由 但是这种止跌上行 它并没有什么走大行情的机会 它只有一个非常短的短期炒上去 然后再卖下来的机会 俗话说的反弹再跌 上吊也得让人喘口气 大概就这意思 所以我对于苹果目前的看法 因为最近其他的持仓鼓利贝 没什么太好的机会 要不就是没到位置 要不就是那种 反正就是还差的一点意思 我就没有还在继续等 但是对于苹果来讲 我这边预计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里的加仓 计划会在141到152这个地方 有可能会去买入了 就是他在这个地方 如果明天能够给一个低开 打到这个区间 我会去买一些 那么预计的仓位是加一个3% 因为之前我是1%的持仓成本是-62.3 所以我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我有比较大的比较好的一个试错空间 即便这个地方回头继续跌穿了 跌到了在120的下线附近 没关系 我后面还有加仓的计划 加仓3% 还有两个3% 就是6%的仓位在下方的两个位置 所以呢这个仓位跟大家讲清楚 我是为了做一个短期的波段反弹的 预计会做到160左右 只有做到160左右 大家说那你现在都154 160就6块钱 有什么可做的呢 所以我这个挂单的位置是在152下方 他不往下走 他如果只要能走到150附近 反弹到160附近 大概就有6%到8%的一个空间 那就可以做一做了 因为这个市场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 没有什么大机会的情况下 就拿出很小的部分的仓位去滚一滚 把成本继续降一下 仅此而已 所以今天跟大家说清楚 其他的那些之前跟大家讲过的持仓的情况 要加仓的干嘛的 计划没有变 到了位置差不多了 我看到这个只跌的还比较不错的情况下 我会考虑去买一点 该把仓位加上去加上去 那么指数接着往下跌 预计跌到下方的3600附近 我的仓位预计会提升到50%附近 那么跌到下方这个33002 3400这个地方 我预计会加到890%的仓位 也就是我的一个满仓的一个状态 好 这个就是我对于今天周末的整个的市场的一些消息 包括基本面的解读 还有对明天可能会发生变化的一些简单的一个前瞻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车经和点赞转发 那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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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